當年執行暗殺江南任務的竹聯邦領袖陳淒麗 他在過世前曾經接受中天針訪 回憶軍情局局長汪熙玲找上門情形 他認為當初算是為了國家去執行任務 但是在個人來說 奪走一個人的性命本身就是遂不可涉 一本書取走了一人性命 也改變了另外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1984年10月15號 就是因為這本獎金國傳 作家劉怡良筆名江南 在書中揭發台灣政壇內幕 以及國民黨全力鬥爭逆星 軍情局一句教訓江南 找了竹聯邦領袖陳淒麗 執行暗殺任務 當初的時候汪熙玲的時候找我 只是希望利用我的 就是說人脈或這些 在大陸跟海外做一些 為他們做一些工作 所以他給我受的訓 都是在那一方面 就這樣陳淒麗帶著吳敦和董貴森 前往舊金山 槍殺撰寫獎金國傳的作家江南 隨後江南之司引發風暴 領導階層受益但並不認賬 陳淒麗扛下一切被送進黑牢 直到現在江南案的輪廓 雖然逐漸明顯 但回想江南案 陳淒麗還是不免有話要說 當時的陳淒麗雖然有黑道背景 但畢竟不是什麼職業殺手 他接受軍情單位訓練 執行愛國任務 純粹就是一個中字 只是結果卻讓他進了綠島 差點出不來 在綠島的時候 所有教官看著我就搖頭 然後比一個這個 就每次都比這個 我也搞不清楚什麼事 有一天我就問另外一個軍官 我就說他比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不懂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意思是你關到福祉這麼長才出去 所以他們都搖頭 從江南案開始 陳淒麗的歲月 有13年都在牢裡度過 兩次特赦減行 才讓他有機會出獄 之後卻又因為置評專案被通緝 這時已經52歲的他 早一步出境到柬埔寨 從此開始漂流一雨的生活 回顧江南案 是非論斷 彷彿已經隨著時間洪流漸漸的逝去 但是這位黑道大哥對國家的鐘 卻好像沒有改變 不管什麼理由 你說為國家去執行或什麼什麼 照我個人來說 因為別人一個生命嘛 是不是我們去取人家生命本身 我們就是最不可涉 我也覺得最好判我死贏最好 就是說 所以在江南案的本身 我是覺得 我最好是打牆打掉最好 我會知道 是非論斷 是非論斷